自从给大家分享了Kerbong MNOVA之后 这楼盘个壁原来还有一个项目 是摆Ceras Hongsoon的发展商 这期我就不给大家详细介绍周边的环境了 想要了解的观众们可以直接去到我MNOVA的视频看一看 Ceras Hongsoon这个发展商大部分的项目 如果你有留意到都是在Ceras South的部分 包括Blacom、Banda Makota Cheras和Sungai Long来区 虽然我不太了解这个发展商的背景 和手工是如何 当我在Lawyer Forum的评论区里看到 业主们的反馈说手工是OK 而这一个发展商的趋向是专门打造一个可负担的楼盘 就像马晨一样 我又在Google Map的review看到另外一方面的反馈 这个我就不在这里明说 你们可以自行去查询 哪个人说的是真实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而我只是作为一个分享的角度 给大家看看Ceras Hongsoon附近有什么楼盘而已 但我有句话 必须得说发展商只是一个品牌 而他们每一个项目招来的承包商都会有所不同 造成每一个项目完成的时候 收工quality也是有一些不同 那这代年轻人在马来西亚人的生活真的不简单 10个客户有7个人都是想要找500千以下的房子 如果有300千的房子更好 同时还钱要有MRT这个讲真的很难找 所以部分的发展商也向往价钱比较低的楼盘去发展 这里可能大家就要留意一些了 比如发展商A跟发展商B同样是卖着可负担的价钱楼盘 发展商使用好的用料来建造 但是他少赚你的钱 和发展商使用很好过关的用料 但是他多赚你的钱来打造一个楼盘 是有很大的差别哦 最后我也在他们的briefing有听到 如今的Teras Hongsoon和以往的做法完全不同 所以在收工上也会有所提升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这一个项目其实没有名字 还没有出来的 但比较重要的讯息我已经是拿到了 这栋690个单位的楼盘将会在3.66英亩的地理 属于Lease Hall Pure Residential Title 还有发展商今年刚把Lease Hall的地区更新完 管理费跟Sinking Fund加在一起 大概是$2.6-$2.8一房子 可以看到他其中一个朝向是在湖那边 同时楼盘下面还有一些lander的房子 是不规律的 或许这些房子是很久以前没有一个比较完善的master planning 那自然这个楼盘跟MNOVA还是隔壁的Room Alway 在大马路MR2的旁边啦 另外这个项目的Ground Floor的单位呢 它是有一点像lander的concept 因为从单位走出去外面眼前就是你的停车位了 所以价钱方面也会有一些不同 不仅包括923方次从443千开始 1066方次468千开始 1038方次498千开始 和Durkey的签三方次价钱为585千 在这个峰啊这个价钱我认为还算是可以 再来图上这边我是给大家做一个附近楼盘价钱的对比 其实不是附近啊就是隔壁那两栋楼盘 无论是户型大小还是价格方面 都比其他楼盘有更多的一些优势 当然MNOVA可能我们看到价钱为什么会比较低 那是因为MASIN将户型缩小 主要是让手头真的是非常紧 然后同时又想购买房的人比较容易上手 如果想要比较舒适的空间 而且手上还有一点点的budget的人 那么这个项目还是你的首选 因为当你经济允许的情况之下 而且家里的空间是你每天互动的环境啊 那为何不考虑空间比较大的一些项目呢 这里的项目最少有两个停车位 甚至有三个停车位 这个就要看你选择哪一个单位 而且所有的unit的朝向只有North或者是South 但是不是真正North或者是South啦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2-in-1的户型 什么意思呢 为了打造一个cost efficiency的show unit 阿爸早上就将923方尺和dualkey的1300方尺 坐在同一个示范单位里面 如果你想要看dualkey的话 那么右侧的studio和左侧的单位 合并起来就是1300方尺dualkey啦 那如果你只是想要看923方尺的户型 那么你只是看左侧的单位就是了 据我所知 这一个是partly furnishing的配套 有kitchen cabinet 不过那些cabinet全部是bottom的 上面是没有的 还有kitchen sink啦 所有的浴室都有basin和下面的cabinet 冷气方面呢 如果是dualkey的单位有4台冷气机 而另外其他的户型只有3台冷气 通常最小的睡房是没有包冷气的 首先dualkey的门口就是foil 但是发展商做成类似 好像waiting area 眼前就是你的studio 而左侧才是你真正的单位 那因为studio比较少 所以我们先直接看这个显 进去了你会看到床位和客厅是连在一起 但是浴室就在你进门的瞬间在右边 在这里就有隔着一幅滑门里面就是餐区和pantry 发展商也是给你想的非常周到 因为一般的studio所有的空间都是开放式的 所以大家没有办法可以做比较heavy的cooking 那这个示范单位给你的一个idea 就是你可以把厨房和睡房隔开啊 那你就可以放心的下厨了 而且下厨之后打理的范围也不用太大 那么studio的窗户恐怕就是在pantry里面 所以如果你把那个滑门关着的时候呢 你就come到外面 接着我们要看的是standard的unit ceiling是10厕非常高 可以看到这里的客厅和餐区是被通往睡房的走廊 明显的隔开 所以中间还有很多空间给你自由发挥 大门进来左侧就是5尺寬的开放式厨房 dijon air也不会太小 因为你可以看到两边同时做上了柜子 再加上一台洗衣机 还有很多转身移动的空间 因为storage space就是每一户家庭必须要的东西来的 餐区这一部分 我觉得发展上做成的感觉很像外面餐厅的一样 就像cabinet旁边还有很多的storage space给你摆放东西 那如果你的foyer不拿去做成鞋架的话 恐怕你的鞋架就要搬过来里面这边放了 你看就算 餐座还有counter top kitchen island做到出来 也还有4尺寬的移动空间 这里就是单位的阳台 那左边就是放冷气箱的空间 我认为如果你可以让设计师做一些cover upgrade比较好 除了外观上比较好看之外 起码热气不会往你站在阳台的方向那边飘过来 客厅放电视旁边有一幅墙 其实那个是一个门来的 可以直接通往到studio的单位 接下来我们要通过走廊看完所有的房间 首先我们会接触的是共用浴室里面给的套是full hide到ceiling的 这里还有一个蒙沙的玻璃窗 接下来我们进去看主卧 眼前你就会看到closet space和床位完全是隔开 这个也是好事 因为这个空间并不是说很大 然后床位还是比较接近浴室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睡觉的时候难免会看到浴室 这样也会让你不舒服 那隔多一个空间出来 除了能够解决到视觉的问题 同时还可以多一个可使用的空间 床角这里应该还有两尺多到三尺的移动空间 这是剩余两个中房的其中一个房间 其实这个设计我觉得有点不实际 因为摆放了书桌就没有位置放衣橱 另外看了一个中房 就是进到去旁边那边 你会留意到有一个衣橱 然后衣橱的侧面 原来是有一个小空间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好歹也是多一个地方给你使用 我们从Layout Floor Plan来看Bedroom 2 还有动用浴室和主卧的浴室都是对着Avail那边 可能会比较暗一些 但这种Layout的款式 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通风的问题 好了看完了单位 我这就让大家看看illustration图 插画图来让大家感受楼盘的设施 还有那个环境是如何 来到楼盘模型这部分就有趣了 MRR2本身是大陆 而且车子的声音自然免不了 而于是发展上将设施摆放在楼盘的后面 一来可以对着湖景 二来可以让楼盘挡掉部分车子的声音 这样也是让住户啊 能够比较专注享受大自然 讲到楼盘的出路 如果你从MRR2的方向上来 那么这里还有一条路是可以直接从MRR2进去楼盘 而另外一条路就是经过Slayang Passaborong那边进来 如果你是从江南湖境上来 通常都是使用Passaborong这一条路进来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楼行呢 这是MRR2 过后转进来呢 一个U-turn转U 就是安保的entrance了 当你进来之后呢 你会看到很多书就是为了遮挡外面的繁忙马路 同时也让你知道 你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舒适的小区 也就是你的家 恐怕你要从Security Card进去之前的 前面的那个景观呢 就有一点尴尬 因为通常楼盘的前面面向啊 自然就是对着路口 而这里的项目楼盘和停车位的那个侧面啊 居然朝向大门 感觉好像不是很欢迎那样 再来如果你的单位是朝向North 就是设施的那一边 我建议你购买10楼以上的单位 因为以下的话呢 你就要看到停车位里面了 设施的楼层就在9楼如果没有记错 那么单位的距离还是比较靠近设施的 就会出现Privacy问题 但是发展上也是放了一些树啊 来创造一个遮挡啊 就不让设施的人直接可以看到单位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设施区都有清楚的标商 简单来说 Indoor和Outdoor的Facilities会比较齐全 反正五点泳池呢 在这个角落其实也是让大家更容易的 更接近的享受湖景 这里有一点我想补充 还好每一层的停车位都会有一个连接桥 去到楼盘 这样你就不用特地从Parking厂走下来 然后进回去楼盘 Darklips还可以上到去楼上 楼盘和停车场 底层之间的空间会比较接近 所以发展上也是有做一些Landscape Treatment 或者一些Walking Path 至少让底层单位的人 还有一些女子可以遮挡 停车场的一小部分应该 好了以上就是我对于这一个项目所知道的东西 来到了视频的总结 我先提我不喜欢的部分吧 从入口进来楼盘的那个部分 整个Structure是Sight View 对着你这个 让我觉得有一些不欢迎的感觉 另外10楼以下的单位 如果是朝向设施那边 就要看到停车位的一部分 那可能采光度会有一些影响 和一些车上下的噪音 或者是那个打压摩擦 地上的那个声音也是有影响到 当你从MR2进去楼盘 这倒不是问题 但如果你是从Galang Kuching的方向上来 进去的时候 你会经过Basaburong 而这个路程并没有那么好看了 当然不是进去Basaburong 是经过 来到我喜欢的部分 就是千山方式 Gokey的concept 户型的空间可以自由改变 那当你经济的状况不是很稳定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把部分的空间出租给别人 让他们来承担你的房屋贷款 再来就算你真的想要找房子投资 但是又想要看到租客是否有把你的单位照顾好 还是去看看租客有没有把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带进带出你的单位 那其实因为单位在隔壁 所以你都无时无刻可以观察到他们的一些举动 然后想要再隔绷租房的人 这个就是有事了 最大的唯有master page 然后这里的优势就是整套studio 所以你还是有更多的移动空间 起码不会让租客下班回到房里 就感到很压迫和不自在的那个感觉 你看因为studio这个东西 大部分会出现在比较繁忙的城市 比如说PJ或者是吉隆坡 那种有office office的地方 那不比较适合人自己住呢 很少有studio出现 所以这个我认为是一个优势来的 还有比奇massin和隔壁的Rumavid 这里的户型确实比他们大很多 再来设施的部分是面向后面 这样就会被楼盘遮挡掉部分MRR2的噪音 而且在无边泳池游泳的时候 我相信也是应该可以接触到很美的湖景 这次的内容我觉得我给大家讲的不是很好 希望不要尽快 因为我对于这个发展上并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尽量的把我所知道的部分分享出来给大家 本期的视频就讲到这一边 想要在隔壁寻找房子的朋友们 但是自己毫无头绪从哪一个环境入手 可以在下面的whatsapp link点进去和我们打个找就好了 我们下期见